这个红,是正红 背面不仅有12系列标配的中置logo 还有正下方的另一个logo Product Red 这是一家旨在帮助非洲艾滋病防治的磁山机 今年是iPhone 4的10周年 在2010年,iPhone 4造就了一代景点 iPhone 4首次在iPhone上加入了前置摄像头 让你的通话不仅仅能够听到声音 也能看到对面的它 也从此开始使用自家的A4自研芯片 开始了苹果的自研之路 带着乔布斯的想法 这种棱角中框的设计被带入了苹果手机 这个外观在2010年可谓一记绝尘 这就是棱角设计 棱面上就是整个屏幕 拿起来的第一感觉就是 轻 这代iPhone真的太轻了 162克什么概念 这一代只有超轻薄的三星S20能和iPhone勉强差不多 这个重量在同尺寸下根本没有对手 首先请大家放心 今年iPhone 12的续航还是一如既往的雪崩 和Note20 Ultra的续航完全一样 就是那个辣么大屏幕 120Hz耗电865加 还要扣一个位置放笔的Note 而且没电了还没有充电器 你们知道以前苹果的续航是怎么写的吗 库克作为销售大师 一位每根韭菜都量身定制的各种机型 看似12上没有什么升级 不过科技以换皮为本 实际上11 12系列覆盖了喜欢圆边 棱角边 彩色 磨砂的所有机型总有一款机型适合你 甚至还缩小的机身做了iPhone 12 mini 苹果手机性价比真的低 你看看我隔壁安卓机 144Hz 消融865 120W核能快充 也只要2000多 而且加内存从来没有感觉 再看看苹果 都2020年了 还在用60Hz的屏幕吗 加两次内存直接多买台安卓机 之前我问一个买Apple XDR的朋友 为什么会买XDR这么贵的显示器 他的回答是因为便宜啊 哈 在短暂的惊讶后 我查阅了一番资料 发现确实在这个价位 XDR确实没有对手 除了那个8000块的支架 这样看起来 其实性价比不仅要看当时的硬件水平 还要考虑产品本身的寿命 比如你现在手里的手机 是什么手机呢 它用了多久了 之前我在公司实习 摄影师还在用15年的Mac Pro 剪辑4K视频 两年前我还见到有朋友 在用iPhone4s iPhone这种长久的生命力 是基于从iPhone4 就开始使用的自研芯片 强大的硬件算力 造就了无敌的苹果生态 也让苹果站在着 智能设备的真正统治地位 假如你刚好有一台iPhone 和一台iPad 你就组成了一个最简单的生态 比如我和Hey Siri 他们都会弹出 但是他们会猜测 你到底是在叫谁 最终只有一个设备想用 你可以直接从iPad复制内容 在iPhone上粘贴 最夸张的是很多应用 iPad和iPhone可以无共连接 比如我想大屏幕浏览网页 直接在iPad上点击就可以打开 同样支持备忘录 日理等等 苹果称之为Handle 第一次触发的时候 我都惊呆了 这就是苹果生态吗 假如我连iPad都没有 只有无线耳机 这个无线耳机的体验 也是很离谱 我用过这么多的无线耳机 最终还是用回了AirPods Pro 不谈耳机素质 来看看AirPods在苹果生态下 为什么是这么重要的一环 AirPods是真正苹果定义的产品形态 从iPhone7取消3.5手机接口时 就已经布下了这个局 AirPods发展到现在 已经能在你的多台设备中任意切换 假如我的iPhone在播放音乐 iPad要播放视频 就会自动再联手机音乐 还有共享音频 iPhone可以同时给两副耳机 提供可单独调音的音频 这样 假如你们一起坐飞机 你的朋友刚好也有一台 去航雪峰的iPhone 你们就可以交替着放音乐了 好巧啊 你也没电压 你的其他苹果音频设备 也可以直接通过任何苹果设备投放 操作同样非常方便 也就是说 你可以给两副耳机放音乐 并且再给HomePod投放其他歌曲 iPadOS 13 还加入了可以让iPad 成为Mac电脑复评的功能 看完这些操作 让我开始思考 生态不应该只是点对点的连接 而就应该是一个整体 所有智能设备就像主动在思考 在帮你做选择 iOS发展到现在 依然是移动设备中最好的操作系统 iPhone上的每代A系列芯片性能 从来没输过安卓处理器 再加上乔布斯 从开始布局的时候 就把底层的优化做得相当好 这就像你平时最怕的竞争对手 出身比你好 还比你努力 强大的性能支撑起了软件的无限可能 这个诞生于2008年的蓝色图标 App Store 开创了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移动互联网时代 App Store虽然有着几百万的应用 但是其实大多数我们能用到的应用 苹果对它们还有着强有力的管控 比如苹果有着所有智能手机中最强大的黑夜模式 这是怎么实现的呢 不同于魅族这种用超强算法算出来的黑夜模式 苹果的实现方法很简单 逼开发者做 不做不给上线 安卓阵营现在不断加强运存 就是为了解决国内没有办法使用谷歌推送 所有应用想接收到信息 必须采用后台运行的方式 而苹果一直采用统一的推送标准 即使软件没有处于运行状态 也能正常的接收到消息 苹果也是最早开始普及SRGB P3色域和HDR色彩管理的厂商 如果说Windows色彩管理还勉勉强强及格 早年的安卓色彩管理非常糟糕 刷新率方面 早在2015年的iPad Pro2代上 就实现了高刷新率和动态刷新率 在显示禁止画面时不使用高刷 安卓则是直接上大电池 加厚加重加快充电速度 怎么看都缺少了对硬件物尽其用的浪漫 苹果这种针对软硬件的合理化 应该就是每个科技爱好者心中 对科技浪漫的最终追求吧 再回头看看iPhone12 看上去好像没什么升级 实际上就是没什么升级 还是那个靠着iOS在买的iPhone 比起安卓五彩缤纷的世界 iOS显得简单又无聊 但是其实手机 这个我们与数字化时代沟通的桥梁 不仅仅是我们这些科技爱好者需要 处于社会各个阶层的普通人也需要 对于他们来说 多位用户思考少一点麻烦 那才是真正好用的工具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所有内容 大家要是觉得视频还有点意思 记得点赞三连呀 如果你期待我的后续更新 可以点下关注哦 那么我是千里 咱们下期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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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